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拍的时候是98年 是第二版 很多人误会他们不知道西游记有两版 我拍那个叫西游记续集 当时是把第一部西游记没有完成的一部分作品拿出来拍的 所以两个相合有十多年 第一版应该是86版的 被告知说要去应聘这个角色的时候是挺开心 但是说实话没有想到会能选中我 那个时候还刚毕业 觉得肯定没什么戏 因为去海选的时候 那时候就很多人又记得很清楚一块蓝布 就很多人排大队一个一个过去试试 然后也没觉得会被选中 后来就副导演打电话 BB机 那时候BB机响了 给那个导演回电话说选中你了 我觉得还挺懵的 说很不相信的感觉 后来机会我觉得还挺好的到我头上了 然后就拍了这个戏 凭借孔雀公主一炮而红 接踵而来的朝阳公主 平阳公主 玉珍公主 让金巧巧成为名副其实的公主专业户 这个从演员的角度来讲 其实又是优点又是缺点 优点是说我长得比较适合演公主这类的角色 但演的公主想起我了 可能是比较像公主的感觉吧 但是缺点呢 就是说他会比较局限 你比如农村戏 他就很少会找到我 觉得我不太像 这就是反正所有的事情啊 这个都是相对的 有利有弊的 其实你这个人哪都挺好 你就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就是没有缺点 这个角色就是他挺好玩的 就有点二了八级的一个霸道女总裁 就工作上很雷厉风行 当然在感情上呢 他就看好了这个永健演的这个角色 叫罗大佐之后 一心一意的觉得这男的太好了 我就是想跟你在块 我就是想嫁给你 你是不是跟小姑娘约会去了 还是看电影去了 还是喝咖啡去了 还是亚马路去了 没有啊 我没跟小姑娘约会啊 然后就死皮来脸 就要注意这个 她眼中的觉得这个特别好的好男人 又可爱 然后又傻了吧唧的 然后又有点好笑 就只有很直 直接很直白 就有点像东北女孩的性格 就比较想什么就说什么这样 怎么想怎么做 你为什么喜欢我呀 我就图你善良可靠 人有老实 好 我该 难点就是外表看起来可能是挺霸道的 我生活当中很少发脾气 跟身边的人也好 跟是就是脾气特别好的一个人 所以让我发脾气 就是有点费劲 导演你凶一点 然后我就 我就演了一遍 不行不够凶 你这不够霸道 再凶一点 在公司你看那些 老板的凶人很厉害 我就演一遍 不行不行不够凶再来 所以就是我觉得对我男来说 可能就是总让我再凶一点 我就费劲 有点费劲 我真改 你不用改了 今天我就开除你 开除你 我当然也想演那种 小家碧玉 然后温柔弱小的 被保护的女子 但是我长得不像 我就是长得看起来 就像有点像欺负人的那个人 就包括我的那个 原来的助理跟我聊天的时候 现在都好朋友了 说乔姐 我刚开始去找你应聘的时候 我特别紧张 我觉得你特别刁 特别很难相处 就是很凶的样子 一相处下来 就是完全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是因为外在的形象 给人的感觉是比较霸道的 然后慢慢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 就开始演一些妈妈啦 总裁啦 就这种有一定年龄感的一些角色 从角色到现实 孔雀开平般的华丽转身 是否惊艳到您呢 我是金巧巧 我在新推荐